哈喽大家好,大運哥今天來到新界錦上路 為什麽事?因為我想看下人家炭燒乳豬的風味 和同班住在新界的好朋友聚會,原來餵食又來到這裏 哪裏?就是南丸海鮮酒家了 哈喽大家好,大運哥今天又有食神 今次的安排是多謝Dennis,一個演唱會的製作人 當然他一下子就拔了,是求我們的皇上出現就是李龍基先生 皇上好,給面,給面 另外我右邊還有小寶 哈喽大家好 大家好,我是玲小姐 為什麽叫小寶呢?就是因為可愛 原來我今天才知道平日只叫你做小寶 原來今天才知道小寶是一個可愛的專程 明白了 原來餵食這個節目,一向都要希望透過這個節目結結束 說認真的,我真是第一次有機會跟皇上吃飯 我每次見他都是台下的 是嗎? 是呀,由杜草人也好,男子漢也好,巨星也好 你出聲啊,我飛到台下嘛 不是呀,我進去他都不理我 不是吧,沒可能 不是,大運哥是很好的 是 我公司主辦的很多演唱會 大運哥都分身來支持我們 所以,但是因為礙於限聚令 每一次,尤其近年我們看演唱會之後 都沒有什麼機會去慶功 如果不是,我們已經很早機會 可以坐在一起吃飯 是的 今晚這個飯局真的很適心安排 好,我們就來到南丸海鮮酒家 是八鄉的南丸 哦,八鄉的南丸 是的 重點是因為有個炭燒的乳珠 沒錯 聽到也想吃 一邊吃,一邊嘆 很嘆 是的 很嘆,不過不會嘆氣 看看豬怎樣 好,乳珠到了 Dennis 是 有什麼特別呢 是的 大家看到這個乳珠 賣相,是不是很吸引 嗯 眼睛都發光了 對,為什麼會這樣 認真說 我現在聞到的是香味 是的 其實我對吃,不敢說研究 但是,因為平時 無論是工作或者自己超限 我也是很喜歡吃東西的 嗯 我知道呢 這個 在香港的燒 無論是燒乳珠 或者其他的燒烤食 用炭燒呢 工程是大很多的 嗯 我們今晚這個燒乳珠 就是炭燒的 是 我相信很多朋友 如果對飲食有心得 那些知道呢 外面一些很 因為那個工作 要用電爐 但是燒出來是不同的 沒錯 你看他的腳 燒得像炭一樣 對 真的 皇上果然英明 好了 皇上 我們起快吧 皇上 請 請 謝謝 謝謝 身體健康 好了 炭完豬 來到新界 怎麼會不吃烏頭呢 那不如 小寶 你吃不吃魚 其實我對魚有點抗拒 因為魚有很多魚腥味 我很怕那些腥味 但我看到他今天用檸檬 去蒸烏頭魚 沒錯 那是否檸檬和魚 會產生化學作用呢 會配合在一起 是的 真的嗎 檸檬和烏頭 就會帶出那種靈氣 是檸檬的靈 沒錯 檸檬的靈 大家看到這個烏頭的賣相 其實我有很多飲食心得 其中一個就是 你放出來 那道菜 那道菜 會引起我吃肉 還有一件事 要有靈氣的 沒錯 還有一件事 大家可能不知道 我想說一說 就是我每一次去吃東西 我一定會約一些藝術朋友 我會早到的 為什麼呢 我很注重進一間食肆裡面 坐哪張桌 還有環境好不好 都很大影響 風水問題 是的 其實不是風水 尤其是我們有時候 有些重要的工作 要談的時間 一頓飯 頭開得好 是不是 這件事 我覺得 我們有經驗 我們要試一下這個烏頭 烏頭 烏頭 很矮 沒錯 起飯 其實大家留意一下 今晚的烏頭是很肥的 其實我們說的魚 它是一杯湯一半 OK 很肥味 而且這裡還有 我們有半隻沙江雞 加上烏頭 只賣168元 哇 很划算 很適合 一杯 一杯 哇 哇 這道菜 我們介紹的就是全體的 是這道 要供應這個美食 這個叫做大霧山下的美食 哇 大霧山下的美食 因為南縣真的在大霧山下 是的 小寶你看看這裡 首先它有一條 圓條的沙巴 沙巴來的 是啊 好東西來的 一盤豬骨煲 是 我們豬骨就藏在鍋底 是 我看到它有粟米 所以湯是比較香 其實這個就是齊勢 我待會一定要喝這口湯 齊勢是魚、蝦、蟹都齊勢 是 蝦、蟹 還有原貝 是新鮮原貝 金錢葫蘆 有雞呢 金錢的雞味 雞味 雞味 拿去開檔 是的 那我們這個煲裡面 就享受了海鮮 是的 接著吃到底的時候 有肉 有豬骨 還有這個湯 可以讓我們配一些 哇 帥仔 帥仔在那裡 拿個帥仔來看 這個就是帥仔 就是這個帥仔 那我們又不客氣了 真的 喝杯 又要說一句 是 抵食 為什麼呢 怎麼抵食 只是整鍋東西 只是四碼八十八塊 哇 哇 真的超值 超值 超值 真的超值 來了 好 一個這麼好味道的海鮮豬骨煲之後 是的 這樣不可以沒有肉 當然 來到南宇里的地頭 是的 老闆阿維哥說 不如煮個鴛鴦雞 我以為煮個鴛鴦肉 原來是鴛鴦雞 就是 和一隻雞 做兩味 是 大家都知道 現在的潮流很流行是麻辣雞煲 好了 但是呢 為了配合一些朋友的共同吃飯 有些人不吃辣的 所以我們一隻雞 湯開去 半隻辣 半隻不辣 是怎樣的湯 是這樣的湯 因為是這樣的 這樣的湯 即是一刀兩斷 一刀兩斷 沒錯 但是鴛鴦呢 你就演唱會在職 所以你暫時不要吃辣了 好 沙薑雞 沙薑雞 那你不太辣 就微辣的雞煲 小寶又沙薑雞 你大辣也可以 你兩樣都可以 你兩樣都可以 我就給了辣雞 辣 那 試完雞煲 我們在結尾才跟大家分享 今晚的菜式 我們的感受 評分 好不好 價錢 要說一點 其實這個雞 一雞兩味 都是很便宜 加上不用300元 已經做到了 OK 不過要認識一下維哥 或者認識華哥 才行 大運哥也行 好了 那我們就要吃雞了 起飯 好厲害 乾杯 Hello,我們今晚有一個很開心的飯局 但是大家其實除了吃東西之外 當然我也希望我的嘉賓爆一點點 他最厲害的那樣 大家知道基閣除了做皇帝厲害之外 還有一件很棒的東西就是無形基 是,基閣你來吧 講明是基的,我肯定喜歡基 不過有無形飛機 無形飛機來說,我其實十歲不夠 我就很喜歡這些飛機 很小時候我看到飛機在天上飛 我一直看著它飛,什麼都不見了 其實這件事很多小朋友都看到 很多小朋友都看到天空 不知道為什麼 但是每個小朋友長大了之後 都可以實現這個夢想就未必了 是的,有時候你自己興趣的東西 有時候長大了,未必可以實踐 那這個活動,或者這個玩意 算不算很奢侈? 其實是封劍尤人 千萬不要誤會,一定是花很多錢 不是的 便宜便宜,你也可以身體 自己的心機很多 這個真的 因為為什麼呢? 一定要自己下手下腳 對的 做出來 然後飛上去,自己非常滿意 滿意的飛行狀態 這個就是一個很大的滿足感 明白,那你有沒有參加比賽 有 我是代表香港的 嘩 嘩 為什麼我可以代表香港呢? 不是代表我飛得很好 沒有人願意去 為什麼呢? 為什麼呢? 所有的小費 所有的什麼都是自己出的 明白 所以很多人 還有,我們比賽 通常一去都有十天八天 不止 八天一定沒有行 即機票,酒店,食宿 十天或者十五天 是 香港人這麼忙 怎麼可以十幾天去玩呢? 是 沒有你這個傻佬 只能過 有皇上 有皇上 是嗎? 所以大家知道 基哥為什麼呢? 一回來香港 又有演唱會 又有工作 很忙 就是為了養著他的飛機 是的,沒有錯 要入友的 沒錯 沒錯 好了 基哥說 封劍遊人的活義 如果大家有些問題想問 可以留言給我 我們會轉達給基哥 譬如他在哪裏飛 如何入會等等 我們會回覆給你 好 右邊就是小寶 我知道你是基哥演唱會的嘉賓 是的,永恆永恆的 是的 那麼 我又在不同的Youtube 都聽過你唱歌 唱歌之外 其實你喜歡什麼 除了唱歌 當然喜歡演戲 演戲 現在都在拍攝 我自己也很喜歡看電影 就是看電影 看電影 看電影 什麼種類的劇 好學不倦 就是整天看 一直提升自己的演技 是的,就是看別人怎樣做 如果我代入了這個角色 我又怎樣做呢 譬如做一些很惡 或者很巴渣 那些又怎樣做 我又很喜歡 操場 其實你有做善良的 善良 也有做的 不過你做一些惡的 可能你的感覺會強一點 是的 記住你的姦非 有些氣 有些氣 過來了 我已經要縮了 那個氣場 大家記得了 基哥和小寶 接下來 他們的演唱會 我想除了唱歌之外 都可能是一場戲 親身去看就知道 我說多少都沒用 沒錯 那誰是製作人呢 原來 就是華哥 謝謝大家支持 搞這個演唱會 辛苦嗎 這個演唱會 我們有沒有令到你勇氣 我每一次做演唱會 都是樂在其中 最重要是 賺錢其次 最重要是 選擇到 做朋友都是 選擇到好的朋友 還有大家 志同道合 選擇 合作的藝術 都是同一個信念 是 令到大家 可以和睦相處的話 自然 整個演唱會 什麼煩惱都沒有 我們輕鬆 不但只這樣 陸續有來 是啊 捧場者眾 對不對 我們香港 疫情 這麼久 難得有演唱會 所以呢 我們其實是 令到 港帝的 歌迷 樂迷 可以選擇 去欣賞 他們偶像的演出 當然是基國演唱會 我們的名字叫做 李隆基 很有唱聚演唱會 說明是很有唱聚了 沒錯 留意一下佛山讚先生 唐唐男子 有個巨星會飄過 人生曲 我最喜歡的 人生曲 OK 好了 不說那麼多了 留給他演唱會講 爆出來不行 下次我們有緣再聚了 好 多謝大家 多謝大家 多謝收看 多謝南院的安排 多謝